速球 插棒球直接打中了主審張展榮先生的胸口 這力量全部吃到胸口的位置 對 雖然有這個護胸 但還是非常大撞擊的力道 我看這個畫面都覺得很痛苦 對 防護員也趕快過來看 看起來是打到右手的位置 看起來是打到右手 右手是沒有保護的 對 沒有護具的地方 跟剛才我們第一時間可能看到的並不一樣 我們再來看一次 對 是打在手 右手前臂的地方 過去就是緊急的會做一些冷凍噴擊 然後再來爆炸 這個最直接的反應真的就是 往後倒在地上 我們手肘前臂的肌肉比較小 直接腫起來了 畫面上看到張展榮先生的右前臂已經直接腫起來 所以這個爆炸是必要的 對 裁判老師也是滿辛苦的 常常 尤其是主審會有很多的直擊的界外球 擦棒球 那那個力道是很強 那防護員趕緊上場 上前關心 緊急的包扎 那可能 用冰塊要去 暫時幫他緩解這個疼痛 防護員 防護員現在也詢問主審的一個狀況 稍微轉動一下 擺動一下 看這個手臂的狀況是不是OK 防護員檢查第一個是檢查結構 看你的骨頭 會不會有什麼不舒服的傷勢 就是剛才爆炸前我們捕捉到的鏡頭 是直接撞起來 馬上撞起來 就知道那個撞擊的力道是有多大 可以看到張展榮先生表情還是痛苦的 但還是要繼續的執法下去 因為主審裁判先生通常會忍痛 因為不想要影響到投手的節奏 對 非常非常敬業 這是非常敬佩的地方 很值得尊敬 兩號球 兩壞球